很多人都觉得工会就是办舞会 发米面油的机构 那么社会主义的工会 到底应该干什么呢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关于福利上的问题 由工会来管 为什么党委不管 为什么厂的领导不管 为什么要把它交给工会去管 这个就是好像给工会找点事干似的 其实这个因为有点怎么说呢 惯性 就是说你想想 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 就是为工人群众争取权利的 那么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 那么工会为什么需要在福利上做事 为什么不就是一种规章制度 就是国家的规定 企业的规定 为什么要工会去起这个作用 这个我就觉得比较有困惑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工人阶级已经是统治阶级了 那么工会 过去工会是跟资本家斗争 强调福利 强调待遇 工作环境 那么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以后 这个为什么还是工会的任务 这我有点奇怪 当然你必须有一部分人管这个 但是为什么是工会的 其实我可以理解 在文化革命中 也是对工会的任务去做这种福利 是比较反感的 因为它就变成过去的工会 就是干这个 就是搞福利的 发个电影票了等等 对吧 他就认为工会应该是参政的 但是怎么 用什么形式参政 这些都是在探索 有人说文革中群众组织 就关心自己的油盐酱醋 是这样的吗 不 文化革命中不是这么样子的 群众组织其实关心的 当然它群众组织 当然关心福利 但是文化革命中 你可以看出来 群众组织最关心的还是领导权 是哪些干部 哪些主张 哪种制度 他特别关心 当然打派仗也是政权夺利 但是群众组织主要的 还不是从经济上去打派仗 它是政治上 所以群众其实有一种本能的 自发的 老百姓本能的想说话 他老百姓就是 就喜欢管闲事 知道吧 就喜欢管闲事 你说管闲事 跟他福利有什么关系 但他就喜欢说话 他看不惯的 他不认同 他就要说话 这是本能的 对吧 所以在资本性社会里边 那厂长就 或者企业的总管 你乱说 我把你解雇了 才使得人们不敢多说话 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里边 那群众当然喜欢指手画脚 对干部的工作 喜欢指手画脚 这个老百姓里边很普遍的 有些人就不喜欢发表意见 但是并不是他没有意见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你说群众最关心的是自己油盐酱醋 这是表面现象 但是你想他 他对企业管理上的领导 还有这个问题 就是油盐酱醋一般来讲是国家规定的 你比如几级工拿多少钱 对吧 这个价格什么都是国家规定的 所以老百姓即便是关心自己的油盐酱醋 但是他知道有一些这些东西 企业领导改变不了的 所以他更在乎的就是谁当领导 怎么去领导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